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台湾 宜兰之旅 宜兰位于台湾的东部 因为三面环山 一面向海造成大量的大自然风光 但宜兰在香港人的眼中相对比较冷门和陌生 一年六集和大家去探索宜兰兰兰分为12个乡镇区域 时间有限的关系 我们只是去了朝溪乡 宜兰市 投城镇 苏欧镇 和大同乡的太平山 第一集先和大家来到朝溪浸温泉 和大家去入住每一间房都有私人温泉的酒店 第二天再和大家行圣母登山报道 前往网红打卡热点抹茶山 中文集成温泉喔游奉 台北市前往宜蘭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坐客運 也就是香港的旅遊巴 由台北車站出發只需要50分鐘已經可以去到宜蘭 除了宜蘭市外 還有客運可以直接去到朝溪和羅東 我們搭車的地方叫做台北軟運站 沿途的指示牌也多 走就不會找錯路 客運站下面是一間商場 叫京站時尚廣場 而樓上就是軍品酒店 我們坐的客運公司是國馬蘭客運 出發之前就預先在K6買票 來到車站就可以找回國馬蘭客運的空間換票 平均20分鐘就有一班車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vis 我們現在會坐巴士去宜蘭 我們去宜蘭不會去宜蘭市中心 我們先去這個叫椒溪的地方 它是一個溫泉鄉 一排三個位置 坐上來都頗舒服 來到台北就開始下大雨 希望去到宜蘭會好天 現在時間差不多八點鐘 這裡有排名是台灣十大觀光小城 其實這個椒溪是出名的溫泉 所以我們會來台灣跟大家浸溫泉 我們今晚一年住三晚的酒店 在一間溫泉酒店 叫山營閣 由車站走大概五至十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然後來到山營閣的前面 發現對面原來是有一個浸腳的溫泉 這個是朝溪地景廣場 我們來到一年三晚的山營閣 這間酒店的風格是偏向日式一點點的 它是主打日式的 當時一進來酒店 已經看到一個山營閣的廣告牌 可能它是模仿山營閣的某些酒店 不太清楚 因為每一間房間都會有溫泉 而很幸運地 我們的房間是被升級了的 一年三晚被升級了 真的很幸運 其實我們經常住的酒店都被升級了 我們上次在宮島住溫泉酒店時也試過被升級了 然後去西班牙旅行馬德里時也試過被升級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房間 進來就會看到一張超大的床 這張床好像比賣戶更大 很誇張 很誇張 然後它說食物是飲品的 不知道是不是飲品 但雪櫃是飲品的 應該三個應該是免費的 這個是宜蘭勁口餅 大家可以吃一下這個 然後就穿梳化 可以坐在那裡坐 這個雪櫃的東西是免費的 有汽水、啤酒 還有這個書跑 用愛包圍 這個不是廣告 純粹看到的 所謂的升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有一個陽台給我們 簡單來說是有一個露台 這麼大東西 這個位置很棒 這個露台的景色 可以看到對面的 春天旗艦館的酒店 是看到火車路軌 那裡是火車站 朝區都有火車 剛才看到有高速列車走過 右邊是比較繁華的街道 稍後可以去逛一逛 就這樣看見有S7 藥房 然後遠一點有Family Market 你為什麼坐在這裡這麼快 再試一下 做一下才不舒服 好像很舒服 完全是一個度假的感覺 好 到我們的重點 就是這裡的溫泉 讓大家看看溫泉 我們剛才說過的 每間房間都有它的私人溫泉 當然我們被人升級的房間 當然是有私人溫泉 這間酒店除了房間日式之外 它是連浴衣也有提供的 進來這裡是浴室的位置 這裡很大的地方 可以在這裡擦洗臉 看一看廁所 廁所有獨立的房間 挺新 挺漂亮的 很大 但它是有日式的免治廁所 進來這裡是浸溫泉的位置 這裡也是洗澡的地方 可以浪浴的地方 左邊這裡有溫泉 放下行李後 我們就出去逛逛 這條是趙啟縣相對繁華的中山二路 趙啟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溫泉酒店 始終都是比較繁華的溫泉香 這個鹽酥雞 拌了很多芫荽給我們 很棒 香港好像很少這樣做 吃雞的時候會夾到很多芫荽味 很適合芫荽味 我們喜歡吃芫荽 所以很適合 我們晚餐來到一間比較有名的烤肉店 阿良烤肉 它是主打串燒烤肉的 首先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想吃的串燒 之後在後面付錢 本來心想好像沒什麼人吃 應該很快就可以吃到 不過怎料她跟我說要等兩個小時 因為前面已經有很多單 可想而知她是多麼受歡迎 在等候期間 因為我們還沒吃晚餐 所以就在旁邊的日式串燒店吃少少東西 晚上九點鐘 只有我們一台 以為這裡比較冷清 怎料閃一點回來的時候 這裡竟然是坐滿了人 朝溪跟很多台灣的地方一樣 都是越夜越熱 現在晚上11點10分 我們足球等了差不多2個小時 我們剛才回到酒店 放些東西再出來 就算現在黑夜的夜市 但人們都會晚上出來吃東西 反而日本是不會的 它很便宜 360台幣 即是大概80港幣 第二天我們來到山營閣的早餐時間 竟然有驚喜 這裡會看到平日的早餐自助餐 但原來它這些不是主菜 它的主菜是定食料理 份量非常多 它有五款選擇可以選擇 有宜蘭本地菜、日式定食和西餐 餐廳位於酒店的高層 可以看到蘭洋平原的景色 還可以看到龜山島 過幾天就會和大家一起去 Hello 歡迎收看山系旅行者開篇 我是Travis 今天我們來到台灣宜蘭縣的朝溪 會和大家走抹茶山 和聖母燈山步道 現在身處這個位置的朝溪站 我們會坐小巴 我們會上五峰奇風景區 我們早上來到朝溪貨車站 乘搭台灣好行 61A號潮巴 班次非常梳落 記得看好時間表 五峰奇風景區 是一個很出名看瀑布的地方 不過今天我們的重點 是看瀑布 我們回程先會看 現在十點九度 我們坐了大概三四個小時的巴士 來到五峰奇的風景區 今天是平日 又是夏天三十多度 所以來的 是非常少的 只有幾個 我們就在停車場走出來 沿著這條車路先走 前面的山都很高 我們今天上山好像一千多米 所以 我想跟我們上大帽山 應該差不多了 這樣都行不行 你是否打算輕鬆行山 我帶了一把大的風池 不要緊 我帶了很多水 剛剛走到這個位置 你發現 其實這裡一直都有幾間的溫泉淚冠 所以我們應該先去浸溫泉 我們應該不要浸溫泉 不要浸溫泉 我們現在走了大概0.39公里 4分鐘 會來到一個分岔路口 這裡有兩個牌 一個是聖母山莊 另一個是五峰奇福報 聖母山莊就是去抹茶山的位置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由五峰奇風景區出發 經過聖母朝聖地 之後去到通天橋 然後進入聖母山莊報道 然後去到聖母山莊 也是抹茶山之後 由沿路接返 再參觀五峰奇瀑布 來回我們總共走了14.4公里 總時間是7小時45分鐘 總爬升量862米 走了大概10分鐘路程 0.4公里來到這個蘭山霸泳池 但是這個位置是沒有救人員 所以就不要去游泳 但是看到下面好像是有人脫了衣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游泳 過完水壩 這裡會有時多 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 我覺得來台灣鄉郊的地方 聽到一些人不是說國語 而是說文藍話台語 那種感覺是更加旅行的感覺 對啊 走到停車場尾 這個位置就右轉 就會看到這個聖母登山報道的牌 我們就會在這裡開始上山 現在時間走了大概19分鐘 0.76公里 走到這麼近 終於看到風景了 這裡有一個開陽的景色 看到一個海 我這種感覺我知道像什麼 像我們走不同寨瀑布的時候 中間有些空間看到錦田的平原 我可以說這裡像什麼呢 像大帽山 像什麼大帽山 都未上到海 等一下這個位置就可以下瀑布 我們最後才去 我們繼續上山 我們應該走了1K公里 不知道在哪裡算起來 全場大概6公里左右 單程 即是來回就12公里 上到這個位置後面看到這一座的圓形 比較色調的建築 它就是一座天主堂 而後面這個位置 就會有聖母堂 裡面有東西可以買的 這邊有T 所以可以作最後補給才上山 這個位置就有個小小的士多 有些東西吃的 蝦片 之外就有飲料 飲料是冷的 所以很棒的 這裡好像有餐廳 但應該沒有開 這裡買東西是自助式的 直接把錢扔進箱裡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裡附近沒有垃圾桶 所以大家記得 垃圾自己帶走 我打個膠袋上來 載垃圾走 其實台灣人都蠻喜歡遠足 雖然今天是平日 亦都在大熱天使沙 但其實一直都不斷地 前後會有人一起遠足 本來以為只有我們兩個這麼多 對呀 那班下次沒什麼人 但對比在香港 之前試過是星期六日 去逛那些 大武山的針草舞 好天 但也是很少人 上高一點 望返下去剛才的天主堂 以及後面的蘭陽平原 這是一個不錯的拍照位 我們現在走這段路 都是一些比較多樹蔭的碩屎路 這裏應該不是車路 因為都比較窄 但其實路況也很好 很舒服 時間我們走了大約 1小時12分鐘 2.73公里 來到這裡有個叫做 慧臨峰的休息站 我們上去看看 剛才應該都路過的時候 看到我停的 應該是風景位 好像上到我停之後 好像沒有風景位 真的有水有光 是啊 觀海亭 下景色 混蛋 也很漂亮 看回對面 但不是絕景的感覺 好 現在我們已經走了2公里了 2公里 加上剛才我們起點 其實已經走了3公里 3.23公里 1小時27分鐘 來到這裡有個叫做 一水休息站 一水休息站 右手邊有一條樓梯 看地圖就是上去二水休息站 繼續沿著指示牌 沿著石屎路繼續上去 走多大約1.8公里 就會到通天橋 果然呢 我看過一些台灣的博物 其實說到這個 聖母山抹茶山 其實都是一個KOL的業門打卡位 有點像香港 那些季節性 去大東山 到看Montro的感覺 不都不帶走去行大東山 來到台灣 一樣的 來到這個抹茶山 網上都說 那些人在KOL打卡點 很多人是穿得很輕便 上來打卡 那我剛才看到的 是連袋子也沒有 水也沒有袋子也沒有 就這樣上來 沒有塗山行山 所以真是佩服 看看我們 上到這個位置 又轉上通天橋 前面就有廁所 剛才我們靠面的廁所 已經覺得很骯髒 這個廁所應該會更加骯髒 因為這個廁所應該不會有人上來清潔 經過廁所之後 走多大約1分鐘的路程 就會來到另一個景點 這個是聖母山竹林 大家看看 這裡的竹林 這條路比香港更闊 現在我們走了1小時 38分鐘 我們就飆了3.6K 就上來這個2.5K的牌 來到這個位置 右邊就有條路 有絲帶路也很明顯 很大條路 這裡就上北五峰奇山 我們就繼續沿著左邊直行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要我很小心 因為這裡有一條溪間流水 幸好今天沒有下雨 噢 我們蠢了 人家旁邊有車丹給我們走的 我想說現在看過的風景 好像放大板的不同債望的景色 現在的路其實都算是容易走的 碎石多一點 但是也是十正的 所以不會說很難 還是初級路線 剛剛走一走 因為上面有一隻猴子 現在的時間 我們走了1小時 18分鐘 19秒 5.41公里 就來到這個通天橋 這個位置有個小小的打卡位 中間是一個十字架 寫著聖母登山步道 這裡有個休息站 有廁所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 然後再上山 我想說也很厲害 拿水上山 有個連水也沒有 過了通天橋之後 我們一直都會沿著溪間走 一直這樣上樓梯 那種感覺 真的越來越像香港的不同債瀑布 因為我們現在在溪間旁邊走 所以條路相對就會滑很多 大家要注意安全 來到這個位置的石頭 就開始有點... 不是說太平坦了 所以上樓梯 下山市大家要注意安全 但這個位置其實輸音都比較多 因為我們過了通天橋之後 它是不斷地上樓梯 所以相對之下 速度是會慢一點的 由通天橋上到沐茶山山頂 就大概還有1.6公里左右 其實每100米都會有這些牌 這個牌是由通天橋算起 0K加100米 0K加200米 0K加300米這樣上 現在0K加500米 加油吧 應該是辛苦一點的 天使慢慢走 現在我們走了2個小時57分鐘 6.57公里 來到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休息亭 想不到這個休息亭 是有急救用品 AUD也有 接著好像是單架床 也有 爬彎座這方面真的做得不錯 現在的梯級好像越來越高 我們爬上了500多米 這裡也不矮 通天橋之前的路段 一直都是比較平緩的斜路 走的時候也挺輕鬆的 但是過了通天橋之後 就會全部變成樓梯 急升500米 就是那些人通常在冬天行山 但我發現我們冬天其實很少行山 我們每次一開山都是夏天三十幾度才會行山 這是我們的特性 不是上年都是這樣嗎 什麼9月還是7月 一個星期走四次山 36度 還不是走什麼簡單路線 一來來 還要三十幾度上琴渠石頂 一個星期走三次 四次你上青山 上完青山 走三彎走三彎去 另外ội期我還在上岸五彎走三彎 甄草500米 走幾個小時 終於未 Yep 看見顏色了 現在現在我們位置的位置已經很高 好啦好啦 我們終於見到終點了 前面那裡有個十字架 就是我們終點的觀光台 回想起我們上次去西伯牙行山 又是特地走去一個十字架拍照 我們足足走了3個小時53分鐘 7.25公里終於上到這個抹茶山 聖母山莊 這個位置我們要下去才上去 上到這個位置 有條叫做水源地山徑 設定路況差又有毒蛇 危險物入 所以大家如果想走就要注意安全 我們就不需要走在那裡 我們左轉上這條石子樓梯 就到我們的目的地 來到這個平台 就是整個抹茶山最漂亮的打卡位 這裡有一層層的山脈 都是由比較矮的叢林形成 終於到最後一條樓梯了 林宮頂的時候突然變得超級大風 畢竟都是海拔900多米的山 聖母山莊報道 其實是天主教徒的朝聖之路 聖母山莊就是這條路線的終點 山頂上有個觀光台 一邊可以看到蘭陽平原 另一邊可以看到雪山山脈的風景 而聖母山莊後面就有另一條燈山路線 那裡是前往三角崙山 來回大約一公里左右 但路線相對比較難一點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大家知道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們由山上的观光走足足2个小时才回到姓武寺 走6个小时52分钟12.71公里 回到瀑布区的分岔路口 由天主堂走到这个位置大概2分钟路程度 我们就会经这边下山 顺便参观五峰旗瀑布 五峰旗瀑布分为3层瀑布 最高层是最值得去的 但一来一回 连拍照也要花1个小时 但快到天黑 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到最高层瀑布 我们走5分钟来到第二层瀑布 这个位置有个观光台 但因为之前山泥倾舍关系 所以现在还没修复好 再继续向下走 便会见到最底层的瀑布 这座瀑布相对就比较小一点 好了 现在时间我们走了足足7个小时 30分钟 14.39公里终于回到停车场了 其实因为行山路线 难就不会很难 但尾段上山是很辛苦 因为用了1.5公里是急升500米 所以那段是比较辛苦 但前半段其实很轻松 天气都很热 因为现在30度 虽然未说去到35度那么辛苦 但30度也不简单 当然上山的风景 其实不是十分吸引 但去到抹茶山观景台的位置 即是聖母风山顶的位置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来宜蘭行山 我觉得值得来的 最初已经说过 五峰旗瀑布的巴士是非常疏落 我们去到停车场的时候 巴士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唯有步行45分钟下去 幸好既然有的士上来 我们就可以坐的士返回市区 下一集 下一集和大家下一条相对简单的路线 这条是有迷你太老国之称的 林美石盆布 下周再和大家参观 一样猴童香瀑布 好了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香港人去园兰的系列 记得点赞我订阅我的频道 和点赞我订阅的小铃铛 下一集就会通知你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